對於垃圾收費的新政策 我是聽到不同意見的 我們必須要將第一 在垃圾收費裏面的周年細節 很清楚地寫出來 告訴大家 第二 在我們的教育、講解、宣傳工作 是不斷做 大量做 持續做 我相信這個將會在我們今年裡 會不斷努力 讓大家知道的一個重要的工程 這一方面我相信在推行的時候 都會有不時一些 大家未必想到的新問題會出現 所以我是要求環境及生態局 特別局長 各方面將我們整個執行細節 很清晰地令市民知道 而且是要不斷用廣座 用記者招待會 用宣傳工具 用不同可以用的場合 也都請各方面 涉及適合的辭職者 包括業界 包括物業管理公司 飲食界等等都共同 第一 要他們自己清晰 兼且去講解一下給所有人 每個人的角色和法律責任 運作是怎樣 而我相信很多的一些資訊 都是要簡潔 鮮明 因為是一個新的一個政策 所有香港市民都受到影響 每個人面對的情況都不一樣 必然是有很多想更加了解的地方 所以政府會和環境及生態局 共同推動整個固體廢物 收費這個政策 或者是消費的 社會的舒適促 家庭 學生 學生